作者 白日放歌 演播 穆斯韦 墨语金金 第2931集 其实呢,那莽龙的身躯不过是千斤而已 按照常理来说,别说你这样的实力 就算是这位兄弟的实力,也可以把那莽龙给抬起来带走 金袍倒是看看张凡,指了指黄青云 这困兽对于第三境以下的修饰的限制 便是难以以蛮力来挪动这莽龙的具体 需要通过智慧,才可以把这莽龙的尸体收入囊中啊 我看你年纪轻轻便有此等实力 天赋异禀,天资聪颖 所以我感觉你便是帮助我的最佳人选呢 这莽龙躯体的珍贵程度不言而喻 在这件事里,你负责打碎结界 我负责解除那莽龙的困兽状态 这最后如果真的得了莽龙的尸体 我的功劳理应要占据一半 所以我感觉,这三百根龙血草,有些少啊 呃,你想要多少啊? 六百根 这,五百根还不行吗? 我的理想价格是六百 成吧,那六百根就六百根好了 如果真的可以获得到莽龙躯体 这一笔买卖,你一定不会亏的 金炮道士微微一笑 张凡说得再理 莽龙躯体对于他的作用 要远远大于龙血草对于他的作用 那我们什么时候出发? 如果你这边有时间 那咱们明天出发 可以,我没有问题 很好 金炮道士微笑点头 从一旁的抽屉里面拿出了三百根龙血草 递至张凡面前 这个是顶金 按照规矩就是如此 所以张凡把那三百根龙血草给收了 二人定好 明天早晨八点 准时在卫县百货大楼门口集合 所有事情都谈好 张凡便和黄千云回到了别墅 跟行海告了个别 如果不就此离开的话 行海很有可能还要准备丰盛的午餐和晚餐来招呼他们 他们呢,又得是一番的应酬 应酬太累了 一次也就够了 张凡和黄千云准备去看看张力和孩子 然后到卫县随便地逛一逛 明天的时候 张凡和金炮道士去往龙门石窟 黄千云则会回到平山 用了一个多小时 二人到了张力家的别墅门口 生完孩子 张力的身材有一些发福 他兴冲冲地从房间里面跑出来 为张凡和黄千云开门 哎呀,你瞅瞅你这胖的啊 黄千云上下打量着张力 撇了撇嘴 一个姑娘家的 也不注意保养 哼,那也比不上你胖 两个人是高中同学 关系很好 这样的护损有来已久 进门之后 张力招呼张凡和黄千云坐下 为两个人准备了丰盛的茶水和点心 三人闲聊了一会儿 跟孩子也玩了一会儿 张凡便问 张力啊 你爸最近碰到了麻烦吗 听到这话 张力一正摆了摆手 他自己能解决 黄千云打了电话 说要和张凡过来的时候 张力的父亲张胜利 还在家里面没有去上班呢 可是张胜利也并没有动让张凡帮忙的心思 张凡帮的够多了 上次如果不是张凡 他的项目不仅会流产 他恐怕还要负债累累 甚至会连累整个家族 大事情请张凡帮忙也就算了 总不能小事 也都要麻烦张凡吧 虽然张力这么说 可从张力面向来看 想解决这个问题 靠张胜利自己 并不容易 张凡自然也是明白 张胜利一家人的心思 他既然看到了 能帮一把还得帮 毕竟关系在这 而且这次的忙 也是举手之劳的事 你让你爸爸 去和你老爷他们说一下情况 这问题啊 自然也就解决了 我老爷 我爸好久没去拜访过我老爷了 是啊 所以你爸这些年的生意 做得不温不火呀 你母亲在世的时候 你母亲是你父亲的福星 你母亲不在了 你老爷便是福星了 我明白了 谢谢你啊小凡 没事 张凡无所谓的白了白手 中午 二人在张力家里面吃了午饭 吃完饭 张凡和黄庆云 又故地重游了几个地方 听黄庆云说了一下 他高中时候的 争容岁月 第二天一早 张凡准时便到了 卫县百货大楼门口 一辆奔驰S级 缓缓地停在张凡面前 后排车窗摇下 里面坐的 正是浸泡道士 小伙子 上车呀 咱们出发 去往杨洛市 龙门石窟了 张凡点点头 拉开车门上了车 跟金袍道士 打了个招呼 开车的 正是昨天的那个 灰袍小刀士 只不过这灰袍道士 此刻面容憔悴 嘴唇泛白 显然是 肾经流失严重啊 看来 是天天晚上潇洒的 有一些过头了 车子向着 杨洛市的方向行驶 张凡和金袍道士 互相地介绍了一下 合作关系都已经达成 张凡也收了定金 两人还不知 对方的名字 这便是罕见了 今天呢 金袍道士 也没再穿金袍了 穿的是一身 普通的休闲装 通过介绍得知 这金袍道士 名叫李丰生 川去人 小伙子 师出 何门何派呀 无门无派 听到张凡这个回答 李丰生笑了笑 也没再接话 在他看来 张凡根本没说实话 只不过既然张凡 不愿意告诉他 他也就没有再追问了 小伙子 有去过我们川区吗 去过呀 那边的火锅不错的 哦 那 有听说过 川玄慧吗 川玄慧 没听说过 这是一个组织吗 对 像联合会 天宗这样的 玄门组织 只不过没有那些个组织 纪律那般的严明 构架呀 也没有像那些组织 那般的严谨 更加没有那么大的 办公场所 这里面的人员呢 相对比较自由 办什么事 也更加民主啊 哦 那想来 你应该是其中的一员吧 对 我的确是 那其中的一员 你刚才说你无门无派 那不知有没有兴趣 加入我们呢 像你这样的天赋 如果能加入我们 对于你的好处 还是很大的呀 喜欢的话 请记得点赞留言